歡迎你們再次準時光臨 全明星攻略 藝術治療指的是 透過音樂 影劇 繪畫 等等的藝術的形式 至於娛樂來獲得身心的共感共鳴 達到釋放情緒的效果 今天晚上有六位大神 在用他們最獨到 最獨特 最精闢的眼光 來跟我們分享各個領域的 藝術娛樂文化 歡迎三大戰隊 好 先介紹我們的第一組母女檔 不是 對 師傅檔 金曲的音樂製作人小雯老師 和入圍的女歌手蔡佳蓁 歡迎兩位 樂主是資深專業影評人 習慣節和美女主播張瑜 第三組是百萬訂閱的網紅 沐昕和網紅小王子 吳耀威 吳耀威不能說網紅小王子 是抖音啊 對 太好了 然後我又出新歌了 又出新歌 對 他在今年年過完年的時候就講了 他要每個月出一首 對 今年開始 這世界的你 這世界的你 對 因為現在是畢業季嘛 然後 然後主要是講說一個 就是四個閨蜜的故事 現在六月了嘛 已經第五首了 所以到年底你的專輯 真的是把它完整地推出 對 就是收集十首歌 然後一起出這樣子 期待這份壯曲 OK 再來 吳耀威 謝謝 來 三組人馬 好 福袋時間 娛樂知識題 請搶答準備 金馬獎 金鐘獎 金曲獎 三金大滿怪得主 一共有六位 請問 任搶答出一位 三金得主你就獲勝了 請搶答 不好意思 小文姐最快 來 請說 櫻振揚 櫻振揚 漂亮 錯 錯了 來 吸關節 蔡琴 蔡琴 錯 木星 三金 三金 三金都得過了 金馬 金鐘 金曲 愛宜良 愛 你罵他話 愛宜良 愛宜良 宜良愛 錯 來 蔡佳蓁 亂打他想 喔 對 對 對 吸關節不應該 你應該能夠想得到的是 吳念真 最新的 最新的 盧廣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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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有誰呢 范宗佩 蔡振南 史潔勇 這個就難了 真的 難了吧 這個難了 來 請你安排大家的位置 誰做第一個 我覺得我們就第一個好了 妳們就第一個 第一個都比較簡單 第二個 第二個 二號 誰 沐欣那一組 你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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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 在這集當中要送給大家的禮物 包括了氣泡水瓶組 還有藍牙喇叭組 跟家庭電動桌遊 那十萬大獎的部分呢 是葡萄酒鮮影機 而二十萬大獎的是 Q-Late 8K量子電視 十萬大獎的部分呢 十萬大獎的部分呢 那今天有機會把大獎帶回家囉 加油 第一回合三分鐘 小恩姐準備 請出題 今天金石獎 三合十七年 從台北儀式到高雄 為了要結合當地的特色 設計師將主事決定為 什麼主題 黑光 B 熱 我的答案是B B 誰 妳猜得還是真的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它的特色就是熱呀 太理所當然了 我覺得 所以你說高雄的特色是光 這個 聯想不到 光還是熱 請介紹 好 今年金曲獎 醫師高雄 那找來的設計師呢 楊世慶來抽的喔 那這一次的主題叫做 金曲熱 為什麼呢 我們想到港督高雄 當然就覺得有這個 晏洋高雄的天氣非常的熱 同時呢 他也要表達喔 我們這些喜愛音樂的人 不管是聽眾啊 還是創作者啊 以及音樂的本身 都充滿了熱度 像是你看喔 這個筷智人口的歌曲 是不是非常的火熱 還有呢這一些音樂人 他們對音樂的熱愛 以及追尋 同時呢 還有他們如火純青的作曲技巧 這些在在都體現了熱 這一次 你來囉 家蓁 好 命運獎金術請公布 耳朵打開聽我的提示 一百到一萬無法提示 請選擇 漂亮 厲害 這就是我們兩個的默契 我們的默契 沒有 OK啦 今天開張 從三千開始 丁小文老師準備 請出下一題 今天歌曲總是能夠一再被翻唱 請問笑臉哪一首歌曲 是從韓文歌翻唱而來的 梁靖茹的小手拉大手 B 王歆霖的安妮 我的答案是B B 鎖定 小手拉大手好像不是翻唱歌耶 是台灣的原創 是吧 我印象好像不是翻唱歌 那王歆霖的安妮 因為最近翻紅太紅了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就是 它就是一個題目啊 你覺得我沒有這麼偷懶嗎 那愛你的確這個曲 不是台灣人寫的 絕對是外國人 但是哪一國我不確定 愛你 沒禮貌 請介紹 好 其實可以看到 王歆霖呢 當年憑藉著一首 愛你一戰成名 也坐了他甜蜜教主的位置 那這首歌呢 當初其實是在2000年的時候 一個男孩的女團叫做Papaya 他們推出了一首這個名曲 叫做Lesson to my word 但是後來呢 沒有想到這個團體 一年就解散了 所以後來呢 王歆霖的這個團隊 就拿了這首曲呢 變成了現在的愛你 當時呢 這個小手拉大手呢 他其實也是翻唱 是來自於吉普利公座 是貓的報恩的片尾曲 是一首日文歌 也是翻唱 所以兩首都是 也是翻唱 都是 命運獎金數 一百到一萬 這一次他們住在隔壁 請選擇 我是哈爾 你有 你有非常特殊的才華 再一次三線 漂亮 你要知道小文姐在前面 奮鬥不容易 老師加油 準備 下一題 7點 另外好萊塢接連的性情事件 申請了全球的MeToo運動 請問會用什麼術語 來形容潛規則 A 沙發示勁 B 晚餐示勁 我的答案是 A A 鎖定 在沙發上 好像比較有畫面 我其實是沒有聽過這個 潛規則的術語 但是 MeToo這個活動你知道 我知道 OK 但晚餐覺得好像是一個 你知道比較聊天 比較紳士的環境 沙發示勁那個顯然就是 為什麼示勁要跟沙發有關 那沙發的聯想其實就是 應該跟Table有關 應該不是So far 就是 沙發我覺得聯想是不好的 沙發的聯想是不好的 所以你家裡沒有沙發 不是 我們家有沙發 但不會用沙發示勁 可是晚餐你不覺得很有Feel嗎 晚餐是一個比較 傳播妹都是去吃晚餐的 不是啊 但是她是說潛規則啊 比較正常的是晚餐試鏡 非正常的是沙發試鏡 請介紹 又答對了 又答對了 好 之前的好萊塢 掀起了一波的MeToo運動 有80幾名的女星都控訴說 她們曾經在試鏡的時候呢 被這些製片方或是導演給潛規則 那通常呢這個地點啊就是呢 在她們在試鏡的這個房間裡頭呢 往往都會有一個沙發 而這個沙發呢居然就變成了 她們被性騷擾 性侵跟迫害的這個場所 那其實呢這個 像是這裡頭呢 非常大咖的女星就包含了 鋼鐵人系列的女主角 他也說自己曾經是被 演藝圈大佬給性騷過 命運獎金數的一百到一萬 這次的安排 它是另外一種的 無法提示 請選擇 靈感一出來很奇妙 你會知道 你真的會知道 你成長了 按到了二師兄五千元 不錯啦 小本金銀嘛 來 幾珠 下一題 捍衛戰士而阿湯哥穿著 有台灣國旗的夾克引發的關注 請問這些國旗的袖章 在二戰中代表什麼 A 同盟的友方 B 執行任務的區域 我的答案是A 鎖地 我好希望我可以答這題 你還是要答這題 你覺得他答對了沒有 答對了 是喔 你怎麼認為他不是 執行任務的區域 因為那時候就是 美國很多的那個 飛機的機隊 其實是他們是跟同盟國一起 在不同的地方 執行任務的 對 但我覺得 維護世界核 那個任務的區域 是可能隨時會變換 但是那個同盟 我覺得那個是 是勞不可分的 如果只是執行任務的區域的話 其實用一張工作表出來就可以 可是確實是在燒艦隊 在那個地方 在巡洋的時候的 一個 一個軍事演練的概念 所以要答B 是那個航空機 上面的每一個人 都有這個外套 我有點不確定 因為那是 那是一九六幾年的時候 一起做任務 飛官才有啦 我是覺得執行任務 如果說 每次區域不一樣的話 是每次要換外套 可能沒有那麼大的物資啦 虹虹的有光 然後對面 來 請介紹 幾天的 講得很 好 這個漢衛戰士上面的這個夾克 好多人都在討論 因為它上面有四面的這個旗幟 分別呢 就是美國的國旗 中華民國的國旗 日本的國旗 以及聯合國的旗幟 那它呢 其實代表是在1963到64年之間 這個遠東巡航役 曾經到過執行任務的這一些範圍 那大概有半年的時間 那它們主要巡弋的範圍呢 包含了日本啊 沖繩啊 還有朝鮮啊 以及這個台灣海峽 這附近的這些區域喔 因此呢 就把這一些地方呢 都放上了夾克 也有跨時代的代表意義 木星準備 請出下一題 根據2021年 亞洲網紅形象報告調查 生活性質的主題最受歡迎 又以哪一種類型為第一名呢 A 美妝類 B 美食類 我的答案是B B 說定 亞洲網紅行銷報告 哪個類型是第一名 因為我自己滿愛看吃的 我連昨天都在看人家吃龍蝦 這 你要公布了嗎 請介紹 不是嗎 最近其實滿陷阱的啦 因為前三名呢 就有美食跟美妝 不過第一名是美妝 第二名是藝術娛樂 第三名才是美食 不過縱觀來講啊 其實呢看YouTube頻道的人 就是希望能夠很放鬆 可以消遣一下嘛 因此呢 多半來講 都是喜歡看比較輕鬆的內容 而在網紅的部分喔 其實在早期呢 會比較喜歡 還是看一些明星啊 藝人為主 但是現在呢 大家追求的是 真實的生活感 還有更貼近大眾的感受 膝關節來了 來... 不要過在不停喔 好... 請主題下 來 主題 我們現在會用毛病 來指人的缺點 或是事物的差錯 請問最早是用來指什麼 A 馬毛有瑕疵 B 毛料有才指差 我覺得我要學一下老師的精神 我要選A A 鎖定 馬毛有瑕疵 那馬毛是用在什麼地方呢 應該是買馬吧 覺得這個馬有一點問題吧 我瞎猜的... 來 主題下 有 是馬毛有瑕疵 古人呢 對他們來講 騎馬是非常重要的喔 包括了馬的毛色 還有他的毛長的這個 眩的位置跟形狀呢 都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是好的眩的 這個漂亮的樣子的話呢 他們會說是善眩 如果呢 是比較不好的位置的話 他們會說是惡眩 所以呢 當這個馬的眩 長的位置不好 惡眩多的話 他們就會說這個是毛病 那些人呢 一開始只通知馬 但是後來就衍生到 所有的事情 只要有瑕疵呢 我們都會說是毛病 而且馬的成語 在古代真的很多很多 還有包括什麼 露出馬腳等等 很多成語都跟馬是有關係 馬齒土長 對 馬師前提 馬師前提 賽翁師馬 很多馬 對 因為以前就是馬呀 對啊 所以馬的成語是相當多 馬相關的議題也會比較多 張英傑 Yeah 命運獎金數一百到一萬 又住隔壁了 請選擇 加油啊 恭喜一百元 也太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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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傑哥加油 下一題答一萬 請出 下一題 近日哪一個韓國天團 宣布要 暫時停止團隊活動 導致經紀公司的股價暴跌 一夜蒸發了台幣四百六十億 A Blackpink B BTS防彈少年團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A吧 A 手提 是 目前全韓國最強大的男女 兩個團體應該就是他們的 差不多 差不多 多什麼叫捲舌 差不多 多 我也好想回答這一題喔 答案 答案是 B B 小文姐知道 是BTS喔 真的喔 你猜錯了 會了 來 請介紹 可惜了 木星已經告訴你 你錯了 真的錯了 BTS呢 真的是在全球都有 超高的影響力 他們的公司在2020上市 之後呢 也是把他們視為是金之一母搖錢署 但是沒有想到喔 在今年六月的時候呢 宣布啊 這個BTS 防彈少年團的之後要 單飛不解散 各自solo 也傳出呢 裡頭有成員可能邀居舞去當兵去高唱 從軍樂 結果喔 這個消息一出啊 隔天股價暴跌了27% 將近三成 蒸八掉了兩兆的韓元 那所以呢 即使啊 也是四百六十億的台幣 相當的客觀 好了 小文姐 讓你久等了 我們來囉 加油 準備起初下題 每個人就指出 二十歲是人最具有創意力的時期 請問第二個創造力高峰期 大約是在幾歲呢 A三十五歲 B五十歲 我的答案是B 數定 第二個創造力的高峰期 我覺得是 因為五十歲呢 在各方面的經歷 心智年齡都比較成熟 所以它是第二波的創造力 跟前面二十歲的創造力 是不太一樣的 本質是不太一樣的 那以我個人的經驗 我已經快六十了 所以我認為五十歲 的確也是我們一個巔峰 我被說服了 來 接腳 好 恭喜 好 這是美國 惡害惡州他們的一個研究 他們依據了諾貝爾 講得主的這個創造力的高峰 來做了一個調查 結果發現呢 人在二十歲的時候呢 會來到第一個創造力的高峰 但是呢 如果你錯過了也不要擔心 因為在五十歲 在你的這個人生的智慧啊 歷練啊 整治一個成熟圓滿的狀態 這個時候呢 會迎來第二次的高峰 非常好 佳蓮姐 準備 命運獎金數一百到一萬 這一次他們又住在隔壁了 請選擇 一二二三 三還沒有耶 三四還是四五 恭喜一百五 忙那個半天 你看到目前的家起來 你看看你們什麼金額 小灣姐準備 真是的 請出下一題 來 妳好答 來 從我三題 請問這種有包廂式的卡拉OK 概念是從哪裡發明的 A 台灣 B 韓國 我的答案是A A 所定 包廂這個事情不是從韓國來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韓國 但是台灣真的把它發揚光大 因為原來在日本是卡拉OK 對 是大家公開的嘛 這個桌子要輪 下面三桌來賓準備 對 那到了台灣就是 完全把它變成包廂式 然後大家可以在裡面 還可以吃東西 然後開派對等等 這個真的是台灣發揚光大的 就算是韓國發明的 但是我覺得是在台灣發揚光大 來 接腳 恭喜那邊 漂亮 好 其實可以看到這個呢 現在我們看到的KTV這個形式 其實是在一九八九年的時候 才開始有的 所以最近也已經有三十多年的時間了 那一開始他們是把這個 可以唱歌跟MTV做了一個結合 才叫做KTV 後來才傳回到日本去 那在整個亞洲地區都相當的風行 原來從MTV開始 對啊 看電影 四十年前我們的MTV 張宇應該有趕上那個年代嘛 MTV 以前有去過 而且兩個人看 有時候那些包廂也有分 兩個 三個 四個 大部分都兩 三個人 所以一旦情侶 所以你有把窗戶堵起來 他眼睛一直在砸 就那個TOPG 前面還滿精采 後面就不知道在演什麼 好 蔡佳生準備 好 命運獎金數一百到一萬 無法提示 請選擇 你決定把三號要一直按到 他按出一朵花來 因為我不相信剛剛是一百 現在還是一百 但還好你按到了二師兄 還有三十秒 紮紮實實還有兩題 小文件準備 結束 下一題 漫畫三百壯士改編自 波熙戰爭的時序 實際上士兵的人數不只三百人 稱之為三百壯士的原因是 A 初期三百人號召兵力 B 最後留下三百人 我的答案是A 水利 可能只有三百人嗎 一個國家 初期 因為其實這個戰爭 他們心裡都有數 大概就是不會活著回來 然後我是看過那個三百壯士的電影 電影 最後哪有三百人啊 全軍覆沒 所以最後留下三百人是不可能的 是吧 留下三百人那表示應該是贏的 可是他指的是 波熙戰爭的史實裡面 他的三百壯士 是不是最後存活的人 沒辦法太久以前沒有參與 有看過電影 所以好 所以拆A 接腳 好 三百壯士呢 是在一九九八年 黑馬他們出的一個小說 漫畫 那這個漫畫呢 它也是改編自史實 但是可以看到 這個斯巴達他們的兵力呢 一開始有七千人 而且各個蕭永山戰 那後來呢 對上了牆底 他們也是站到最後一刻 那在經過了一場大戰之後呢 雙方折損了很多的兵力 他們最後剩下了三百人死守 雖然最後呢 陣亡了 但是呢 依舊是削弱了對方 許多的這個人馬 陸星 陸星姐加油 好 十四秒 不要來不及喔 最後一題 請主題 台灣網路針對松北地區民眾調查 請問在疫情期間 民眾對哪一種食物的攝取量 增長最多 A 大蒜 B 菇 累 三秒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好 時間結束 掙扎嗎 這個答案 沒有 直接唸完趕快 我的答案是A 我沒有 有防疫殺菌的狀態 對啊 應該應該怎樣 我是這樣想啦 這兩個應該是前三名 不好選 因為菇類的膳食纖維 也很有幫助 來 請介紹 雙北地區 怎麼樣 大陷阱 菇類也不少喔 好 接著呢 在這個疫情期間 大家對於能夠提升免疫力的蔬果 都特別的喜歡 所以在這當中呢 菇類是成長最多的 因為它裡頭呢 有這個多糖體啊 其實也可以幫助我們提升免疫力 那像是大蒜啊 花椰菜啊 以及呢這個洋蔥 也都是成長滿多的蔬果 原本此外 你能夠開張的 最起碼 人家章魚習慣了 還有一百啊 你連一百都沒有 對啊 那古藥衛 他爸媽都不知道他有來 你知道嗎 等一下 他不要亂了 要做了半天耶 爸媽都不知道他有來 好啦 三組獎金 丁曉雯 曉雯姐跟家蓁是 一萬六千一百元 沐昕 胡耀威這邊 淡薄名利 休息一下 習慣節 張宇 表表欣贏一百元 有沒有換人 來 胡耀威請起 我要換人 沐昕請起 我要換人 一組可以換兩次喔 張宇來玩 跟火器 打力圈轉移到 張宇加油 我期待你的表現 全明星空略 模範身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第二回合 掌握15秒的答題節奏 好 OK 來囉 出發囉 請出題 每個明星都有自己的獨特商標 請問最早投保特殊部位的明星 是替他自己的哪裡買保險呢 A 鬥雞眼 比張宇嘴 我選A 鬥雞眼 出題 就特別啊 應該是很特別吧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 要先想是哪個明星 對 我也在想是誰有鬥雞眼 我想的是 安傑莉娜 球莉 他都醉 安傑莉娜 球莉 因為球莉沒有保嘴吧 對啊 球莉沒有 他沒有喔 有保的是那個 J-Lo當初是幫屁股有保險 有 J-Lo是幫 真理佛羅佩茲 他保了他的屁股 Kan Kadasha也有 鬥雞眼 誰要保鬥雞眼 來 繼續 好 球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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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 好 這些明星啊 他們身上呢 很多一平一笑啊 還有呢 他們的部位都是身材工具 所以呢 其實第一個 為自己身上的部位保保險呢 是一個叫做圖冰的 默片的喜劇演員 那呢 因為他當時啊 在這個默片裡頭呢 很常會鬥雞眼 那他很擔心自己有一天 如果沒辦法做出鬥雞眼的話 他就沒辦法繼續工作啦 因此他就保了一個 兩萬五千美元的血 但是他後來啊 像近幾年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女明星喔 自己身體上很多部位都保險 像是呢 這個翹臀針 他的這個翹臀呢 很有特色 他保了兩千七百萬美金的血喔 還有呢 這個Jura蘿博茲 他是不是笑起來嘴巴很大 然後笑容很燦爛 他的這個笑容 他保了三千萬美金 那還有呢 這個國民小天后泰勒斯 他的眉腿 是保了四千萬美金 時關節 好 聽好啦 命運獎金數 喔 是鄉民所聽到的 最少就有兩千 最多兩萬 有加零 不能提示 請選擇 你不聊天的啊 不聊天的 不聊天的 你不探索一下 不用... 因為剛剛我發現到現在 剛剛好像都很少人按一號 恭喜兩萬元 哇 哇 哇 我看來這位置換對了 請出下一題 有隻狗在大便的時候 會盯著主人看 請問會出現這樣的行為 是因為牠想傳達什麼意思 A 請主人不要靠近 B 希望獲得主人的讚美 我選擇是A 蘇莉 牠會希望主人不要靠近嗎 到底誰上廁所想要別人讚美 狗啊 誰 我兒子可能會啦 狗應該不會吧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生物本能 牠應該不想要別人靠近牠 因為像前兩天我兒子 看到貓咪牠要去貓沙上廁所的時候 牠想要接近牠 然後貓咪就是會有那個 這種行為 所以我覺得狗狗應該也會 請介紹 狗在大便的第二組 希望牠不要靠近 希望牠不要得主人讚美 為什麼看到某小孩上廁所的時候 會張成一個水汪汪很無故的眼睛 看著你呢 其實牠是希望得到你的讚賞 可能是牠在正確的位置上廁所了 這個時候 你一定要適實地給牠一些鼓勵 才會讓牠更有這個動力 在你比較方便的時間 或者是你規定牠要去上廁所的位置 來這個排便或者是尿尿 所以因此這個時候 牠們是很需要這種慰藉的 狗很希望被主人肯定 每個都希望被肯定 狗都這樣子 更何況是人 你們都很棒啊 你們 恭喜 第一分半鐘時間 小雯老師準備建議助理 英國研究指出 巧克力可以幫助止咳 請問哪一種使用方式 對喉嚨的保護效果比較好 A 含嘴裡慢慢甜 B 加熱泡水用喝的 巧克力 我的答案是A 出力 直覺是B 沒有 我的直覺是A 妳的直覺是A 對 但是看到B的答案就是 妳要多等那十秒 讓直覺變得患 因為我覺得對喉嚨保護 是可能要比較熱的 你們是熱 好熱熱是才快快好對不對 對 甚至不冒熱影 那不是巧克力 對 後來我想說 好像從來也沒聽過 巧克力要泡熱水 因為泡熱水大概 大概也不會融化吧 來 請揭曉 恭喜 好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 他們做了一個調查 你知道嗎 在這個巧克力當中 它的咳咳鹼 其實能夠有止咳的效果 因為它可以幫助 在我們的喉嚨的地方 形成一層薄膜 那它其實可以幫助 我們的神經末梢 比較不會容易 有小咳的感覺 那如果比起來 如果你是加熱 讓它熱熱的喝下去 它比較沒有辦法 在上面凝固住 變成這一層薄膜在 但是如果你是 把它含在口中 慢慢舔的話 它一到這裡 在你的喉嚨的地方 它也會微微的在這個 凝固形成薄膜 所以才能夠讓你 有止咳的功效 好 佳蓮姐又來了 可以 這是我提示嗎 加油 劇情會選的 OK 命運獎金數 兩千到兩萬 什麼意思 你真的沒有讀東誠誠歌 多可惜 兩千元 加油 小姐 請出席 請問哪一部電影 曾經跟NASA合作 將角色公仔送上外太空 並在國際航空站 待過一年的時間 A 彎君總動員 B 星際大戰 我的答案是A A 鎖定 你猜的 八十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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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飛向宇宙浩瀚無言 這個就只能用猜的 因為都跟這個宇宙有關 然後都有公仔 玩具總動員 還是星際大戰 來 解決 哪部電影跟NASA合作 有公仔 上外太空 是不是八十光年 可以看到 那時候 迪士尼曾經跟NASA合作 他們有一個 Toe in Space的活動 他們就讓一隻八十光年 三十公分高 然後上到了這個外太空 而且長達一年的時間 送八十光年上太空 真的是再合理不過了吧 然後後來這隻八十光年 回到了地球之後 就光榮退役了 他現在就是在美國的 這個航空博物院裡頭 不過其實在2008年的時候 星際大戰 也跟這個太空人 做了一個結合 他們讓一個太空人來臨 帶了一隻光劍 上到太空去 蔡家蓁準備 命運獎金數 加油 可不可以我來按 你可不可以不能給任何的提示 小文姐 冷靜 這一次 無法提示 請選擇 好 真的嗎 什麼意思 你 兩位也恭喜 不要嚇我 我以為沒有 趕快哭了 來 請出下一題 花校轉音 燦音 和悲涼的孤腔 為台語老歌的特色 請問這種日式演歌的唱腔 是受到了什麼影響 A 殖民時期的童話 B 戰後的懷舊情感 台語老歌 這什麼 這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台灣受影響嗎 我的答案是A A 不好選喔 這兩個感覺好像喔 一個鼠動 一個被動 不是 是因為 日式的 日本的演歌呢 他們會發展出來 其實是跟這個社會的 這個有關的 所以跟這個A的答案 是完全公平的 所以我剛剛是卡在這地方 好不懂 我傾向B啦 我覺得童話 所以童話的話 很多次都會童話 我覺得 反正唱歌有一種 情感的 遺址 反而 我覺得 來 介紹 來 看你對我對 YES 這個呢 是根據中研院 台灣史研究所的院士 他們的研究喔 結果就發現呢 其實在戰前啊 台灣呢 大概在唱這台語歌曲啊 比較偏向 歌仔戲的這樣的唱腔 是比較平直 清脆 然後在乎 異陽頓挫 在這個語音當中的 顆粒感是比較重的 那在戰後呢 接著啊 又受到了威權時代的 這個統治 這個大環境呢 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就轉而變得 比較悲涼啊 然後比較日式 演歌的唱法 比較是 哀傷 有燦音 有抖音的 這一些花腔的方式 阿可 十二十一秒 剩一題 胡耀威 一度我以為 你是換了位子 來休息了 俗料 剛剛上一關的最後一題 也落在你們身上 你記不記得 是木星把它搞砸了 你們節目進行到目前為止 已經半個鐘頭了 你們還是零 對 靠你了 OK 加油 加油 請出最底 美國研究發現 請問哪一種音樂家 在進行演作的時候 大腦中負責自我監督的區域 會被關閉 A 絕世樂手 B 民謠吉他手 不要急喔 好好想喔 最後三秒我會提醒你喔 3 2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你把聲音用得剛剛好 你看多棒 哪一種音樂家 進行演作的時候 大腦中 大腦負責自我監督的區域 會被關閉 自我監督 為什麼絕世樂手的自我監督能力 要被關掉 不知道 用猜的 你是猜的啊 對啊 因為絕世是沒有格局的 它是變化的 它是沒有 它是沒有框架 所以它的自我監督能力 要不要存在 應該要放掉 要放掉 對 否則會太規矩是不是 小雯姐 我的答案也是A OK 因為JAS的東西它是 它是有一個規則 但是在這規則之內 它是Feel的 感覺的 你知道 就是我們看很多的Jazz Player 他們其實就是 天馬行空 完全就是沉浸在那個狀態裡面 它沒有就說 我現在是要彈什麼Call 什麼音 OK 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自我監督必須拿掉 希望你答對 因為你們成績很難看 對 至少破單 請揭曉 拜託大隊 拜託你 我求求你 恭喜 就是樂手 他們在演奏的時候 其實很奇妙喔 他們會自動的屏蔽了大腦 本來自我監督 以及這個自我壓抑的這個區塊 讓他們在演奏的時候 可以更即興更放鬆 同時開創自己的腦力 去跟其他的樂手來做互動 這也是可以讓他們的音樂 更加奔放很隨性的一個 很主要的因素 莫馨姐 你坐在這位置表現不出來 在那裡應該可以 命運獎金數 兩千到兩萬 不能提示 請選擇 我會不會加零啊 不能提示 有幾種可能喔 不是只有一兩種喔 記得喔 來囉 兩萬元 他們都說按一次就中耶 好厲害喔 好厲害 好厲害喔 小雯姐忙了個半天三萬八 你看人家隨便就兩萬兩萬 好 家珍 看到沒有 你現在鬥醫師了嗎 忙半天 來 三組獎金 目前第一組 他們一直持續地在累積 小雯姐跟蔡佳馨 三萬八千一百元 木欣 谷耀威 破蛋了兩萬元 章魚呢跟膝關節 兩萬零一百元 還是小雯姐跟家珍 暫時領先 第三回合 一分鐘的總答題時間 最多四題 答題權在 骨耀威的身上 對喔 一分鐘有四題喔 解諸地理 果然膝關節退化 盛行率大約15% 根據科學的研究 想要重建關節當中的軟骨 跟哪裡的健康有關係呢 A 口腔 B 腸道 的答案是 B B 鎖定 B 想要重建關節當中的軟骨組織 跟哪邊的健康狀態有關 為什麼選腸道 腸道 感覺就是 跟健康比較有關係 你剛剛有說了什麼嗎 腸道跟健康有關 口腔跟健康有關 請揭曉 中小隊 厲害 好可怕喔 我不知道 好厲害 對 大家應該覺得說 腸道跟我們的關節 有什麼關聯性呢 通常我們的關節會不好 都是因為長期的磨損 可是你知道嗎 當你的腸道裡頭 壞菌太多 這個時候 你的全身上下的器官 其實都會比較容易發炎 那當你發炎的時候 你的關節裡頭 一直長期處理發炎的狀態 它就會凹凸不平 這個時候 它的磨損的比例 也會更高 所以因此科學家 他們做了一個實驗 他們就讓肥胖的小老鼠 跟正常體態的小老鼠 都吃益神菌 就發現算益神菌之後呢 不會讓胖的小老鼠變瘦 但是呢 可以讓我們的腸道的健康程度啊 就跟瘦的小老鼠是一樣的 那在這個時候 它的全身上下的器官 包含它的關節的狀態 也都會維持得比較健康喔 沐昕 加油 命運獎金數 Oh my God 三千到三萬 他們兩個是鄰居 有歸零 請選擇 拿下去 拿兩個號碼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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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想聽你耶 Oh 想像一下 整個靈感 剛才曾經出現過的畫面 Oh 好可怕喔 忘記了對不對 對啊 哪一個 好啦 完蛋了 六千元 還好 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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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知道 有人在玩你們 你懂不懂意思 真的 好邪惡喔 很好玩 你要懂他們就知道了 很好玩 我東西沒怎麼領耶 起床再領 快一點啦 快點 在水果攤 時常可以聽到老闆用台語叫賣 請問下列哪一種水果的台語 由來跟日本有關 A 草莓 B 百香果 我的答案是 百香果 鎖定 台語的百香果怎麼講 我不會講 草莓的百香果 草莓的台語怎麼講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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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姐真是快人快語啊 草莓的台語叫草莓 我都講 試著發音看看 草莓 氣波 氣波啊 氣波啊 但百香果的台語我就不會講 帕香滋路道 日語喔 露心滋路道 帕香滋路道 帕香滋路道 那是英文那外來語啦 帕香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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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 go 實際 那這個可能跟日文發音有關喔 實際 搞不好被你猜對了耶 好漂亮 因為草莓叫氣波啊 氣波啊 那你搞不好對囉 來 接腳 你猜的 猜對你就厲害了 好漂亮 漂亮 厲害耶 厲害 我覺得你們逆轉的可能性好高喔 除非你們還到 除非你們還到歸零 沐昕加油 好 現在要告訴大家 這個草莓 它的台語叫做氣波 那原因呢 是因為台灣的野生草莓 它長得很像泡泡上面 有刺的那種感覺喔 所以呢 就是因外形而得名 那為什麼 百香果叫做喜記果呢 原因啊 是因為它的花啊 長得很像一個時鐘 所以呢 才因此 它這個是有像時鐘的花 長出來的果子 才叫做喜記果 喜記果 我可能客語講得比較好 也還好 好啦 就猜對了 沐昕姐 加油 三千到三萬 他們住在櫃 請選擇 哇 好刺激喔 住隔壁 那就它囉 妳為什麼會選二號 這一次的原因 妳的靈感哪裡來 因為剛剛三號是三萬對不對 對 那住隔壁 那就四號跟二號 那就選個二號囉 我說三千跟三萬住隔壁 不是三千跟三萬 不是三萬跟剛剛三萬住隔壁 妳剛剛坐在這個腦子 就是不好捨了 聽不懂人話 好緊張喔 太... 恭喜 回家了... 妳看看 我明明講三千跟三萬是零件 對 下... 對不對 這是神機啊 它有靈異體質 一個不小心變五萬六 整件事情跟曉雯老師無關 除非下一集答錯 來 胡曉雯準備 請出最後一題 在花草最討厭蟲的圓 可以選擇種植食蟲植物 請問豬籠草有利於 防治哪一種蟲呢 A 螞蟻 B 蚊子 我的答案是B 蚊子 鎖定 好 豬籠草裡面好像有會發出香氣 它們都會受到吸引 可是通常飛進去的比較多 哇 好尷尬喔 木偶我看豬籠草抓到的都是會飛的 很像很少抓到是爬進去的 對啊 因為可能爬進去的感覺 很容易又爬出來 對 對 有可能 飛比較飛不出來 來 接腳 可不可以答對囉 馬蟻 有些人會覺得家裡面 一想要防治蚊蟲 就會想要做這種 食蟲的植物 那要告訴大家 像是豬籠草 它是喜歡比較潮濕 但是有明亮散光的環境 都是很適合種植的 那它裡頭會分泌一種 比較甜甜的這個汁液 就會吸引螞蟻爬進去 那爬進去之後 它就會沒有辦法在那邊做一個支撐 就會掉下去 就會被它給腐蝕掉了 因此其實它是對於家裡 防治螞蟻 會有滿好的功效 但是這個蚊子的話就還好 其實你聰明耶 你答錯反而是對的 對 你答錯反而是對的 因為照這樣發展下去 木星下面歸離的機率太高了 好可怕 想都想不到 這個跟我們的曬蟻一模一樣 最不看好的六號有沒有 最不看好的那一號有沒有 不動都在後面了 最後一圈落上來了 五萬六千元 恭喜最大贏家 谷耀威 木星 恭喜 我們送給這條好朋友 都什麼禮物啊 我要送給你們兩項禮物喔 第一個呢 是RICHELOR氣泡水隨手品足 揭露了隨手杯與氣泡水機 可以製作屬於自己的獨特風味 無需電力 氣壇安全更換好上手 而且還付專用的提袋 在外也有好口感 另外的這個禮物呢 是日本的Cooking Pro 智能壓力萬用鍋 八種料理模式 百刀菜色一機搞定 智能調壓控溫 預約功能 省時有效率 清洗很方便 在家也能夠輕鬆地煮出 五星級的主廚料理 送給你們兩位 謝謝 運用你的智慧掌握機會 創造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命運 別忘了 昨天到中午晚間九點 請鎖定全民新攻略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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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心動力 趕快來訂閱喔